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焦焦 焦焦 你覺得這一代年輕人 是不是經常覺得自己大了呢? 很明顯 他們在香港是大了 但是這一代人又最喜歡移民 他們去到外國會不會貫徹始終呢? 我想最主要要看看對面是外國還是中國人 如果對著外國 但又發生一些不公義的事 他們會抗爭還是跪下 我們會說一個手足在愛爾蘭的真實故事 這個故事好像跟屎有關係 這個故事很好笑的 整件事很有味道 我們會說一下這件事 除了愛爾蘭之外 那群單細胞很喜歡移民去加拿大 最近加拿大放寬了移民條件 表面上好像很歡迎他們 但是背後就準備了幾箱刀去捅他們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等會跟大家說一下 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支持我們輕輕鬆鬆找真相 那有一個黃絲移民去愛爾蘭的群組 就是一個事主出了一個帖子 那他就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租房會是因為違反規矩而被屋主 括住戶仔深切 在一個星期內趕出去 請問有沒有人住在十二區 願意協助小妹搬家嗎? 可以PM我 謝謝 那看完這個帖子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了 啊 為什麼會讓業主趕出去呢? 有關戶仔深切什麼事呢?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留言了 就發現原來這件事是這樣的 那天六點多鐘 他就寫了一張小紙 那張小紙寫了什麼呢? 那張小紙寫了什麼呢? 是這樣的 就說在用完廁所之後 請不要忘記要衝刺啊 還要PS 我可以看到啡色的物體和液體 不需要那麼形象化 其實我覺得衝刺已經可以表達了一切 就是要了 看到一些啡色的物體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呢? 加熱體 是的 那知道是什麼呢? 應該是吃東西不太乾淨 比較流質一點 是啊 那其實他是交接說別人的兒子 爛屎是吧? 是啊 好笑啊 我看到一些啡色的物體 好了 那本來呢 這一個記錄 其實他是想著溫馨提示的 嗯 那怎麼知道這件事呢? 就惹來業主破口大罵啊 嗯 怎麼罵呢? 那他就說了 他只是想著貼心去提醒 記得衝廁所而已 因為這個是公用的浴室 想他有些個人衛生的意識 嗯 但是他爸爸就在晚上的11點半 就拍門破口大罵 一來到就問他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連續問了兩句 還問他 這張文章是沒有你寫的 這樣啊 回到中文呢 就是大概說 你很大膽啊 很大膽啊 是啊 那接著呢 業主就說了 你侮辱我的兒子 你放這張紙去我兒子的門口 你跟我明天就要離開這間屋 嗯 這樣啊 其實也挺大的反應啊 其實那個屋主 是啊 那他就很害怕 就說抱歉啊 他不停地道歉 嗯 但是呢 這個業主呢 就這樣關上門 之後就離開了 嗯 為什麼變成了死狗呢 是啊 是啊 如果這件事情 在香港發生的話 來一下這個鬼路 是啊 業主是中國人的話 你嘗試反過來 他會怎樣做 拍桌罵他 還罵他回頭 然後轉頭 叫蘋果上來採訪 是啊 是啊 上網公審他 是啊 一定是這樣的做 但是其實 還有我慢慢聽下去 我覺得其實 你除了他那句PS 不是那麼禮貌之外 他提醒人衝刺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他的PS 真的很搞笑 其實這個人衝刺就算了 為什麼要PS 告訴別人 看到一些啡色的物體 這個是滑蛇添竹來的 其實是多餘的 是啊 其實你會搞到別人很尷尬的 是 就是你說衝刺就算了 是啊 我覺得提醒人家 注重衛生是OK的 這是合理要求來的 嗯 那這個事主得罪了鬼路之後 他當然很害怕 那他立刻又寫封信 再讀多一次歉 嗯 說好的抗爭完全不見了 那他寫完這封信之後 那屋主又再回應他了 那屋主就說 如果你有什麼投訴的話 你應該E-mail或者test我 就不是給我的兒子 還要放在他的門口下面 這一件事是令到我的兒子 感覺不舒服的 而且是侮辱他的兒子 沒錯 那我覺得這個屋主 都很疼他的兒子 是啊 可能如果他不是PS 那句啡色物體 他會好很多 不會那麼生氣 那一定 因為他的PS 那句話 其實就不是那麼禮貌的 我自己都覺得 我覺得不是禮貌的問題 是令人尷尬的問題 嗯 是啊 但是要求一個衛生的整潔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合理的要求 如果這一件事情是發生了 在一個中國人的屋主上面的話 我相信他們的態度應該是180度轉變的 處理的方法都不同 是啊 佔領他家屋 打爛他的東西 放火燒了他 是啊 還不讓他出門口 要他解釋 禁負了他 是啊 假釋到他滿意為止 是啊 還要命令他讀血花 那看這件事情 那屋主的反應又好像真的過分地大 那我們就繼續看看留言怎麼說 其中一個留言就這樣說 就問他 兒子幾歲啊 這裡確實是成年人 不可以跟18歲以下的人士直接溝通的 他們會對這件事很緊張 不跟亞洲人社會覺得只是說小朋友一句 當然這傢伙是反應過大了 但是我自己都會很注意 如果有貌似18歲以下的人士打電話來詢問我的服務 那原來他是自僱人士來的 做些小生意 那他就會問他 你夠不夠18歲啊 如果不夠的我就跟你家長談吧 那他就說這件事呢 是一位做老師的愛爾男朋友教他的 哦 原來真的在文化上有差異 不過呢 都要看看是鬼佬的文化 還是中國人的文化 因為他們是比較尊重 鬼佬的文化 如果是中國人的文化 他們反而就會插回別人的頭 那你是鬼佬 他什麼都很接近你的 那是鬼佬的 對 所以那些糞便只是說咖啡色糞 那最終那業主沒有叫他第二天 就馬上搬走 都叫做給了人情 嗯 但是就要求他提供一個確實的時間 告訴他 因為他要確保房間是清潔乾淨的 嗯 還有沒有特別的東西遺漏的 嗯 那他呢就很害怕 他說 我當下感覺 這次他真的是一位惡的屋主啊 嗯 他整晚都發惡夢啊 那我們發現 這幫這樣的單細胞 他們呢 是欺負自己香港人呢 就特別厲害的 嗯 或者欺負內地人也是特別厲害的 是行李箱一下就兜過去 踢過去了 那但是去到外地啦 其實這件事情上面 他有錯誤的 只不過是不夠禮貌啦 但是他是連屁都不敢放的 是啦 那加拿大最近放寬了他們的移民門檻 表面上好像很支持他們那樣 亦都跟他們那個私隱聯盟大佬美國呢 就一起這樣去譴責香港啦 但是實際上面呢 原來他們不是真的那麼支持他們 是啊 準備了整雙刀想在背後砍他們啊 是啊 那加拿大移民部門就寫了一封內部文件 標題就是不可受理的風險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他就說當處理香港人申請簽證或者政治庇護的時候 不能夠假設控罪是列造出來的 因為啊 在抗爭中是曾經出現過令人震驚的暴力啊 哇他現在這一道又懂得這樣說的 是啊 他平時對著我們香港和中國的時候 不是這樣說話的 和平示威者 和平示威者 那現在人申請簽證 你又這樣說話有沒有搞錯啊 是啊 那就是看得出呢 其實他們內部啊 是知道啊 這些人是很暴力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反映了這個加拿大 在外交層面上面不停地說中國和香港打壓這些這樣的單細胞呢 其實只不過是姿態和一個對抗的 希望去對付香港和中國 所以我們看得到 其實加拿大在外交層面上面呢 好像很支持他們 是啊 這個只不過是表面的 是啊 那表面上呢 他就是要配合美國 但是他自己實質上呢 都怕他們自己的移民部門 信錯自己啊 不小心收那些暴徒回來啊 所以寫明告訴他們 不可以假設他們全部都是無罪的 嗯 那我很失望啊 整件事我還想著他們可以幫我們接收多些暴徒 是啊 還有整件事見得到 英美加拿大 還有另外那兩隻屍眼 他們那個虛偽的程度呢 是非常之高的 表裡不一的 把口就常常說人權人權 其實真正他們完全明白到 自己呢 根本就是不尊重人權的 只不過是打壓我們 那好吧 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鈴 好 最近說全部 那你就不會錯過以後 每一條影片的了 還要留言告訴我 你們這條影片有什麼看法 最重要是廣傳我的影片出去 令更多人聽到正常人的聲音 人人做文書 你我也有責 下次再說一說 拜拜